二十岁小伙竟爱上了四十岁的老阿姨 可谁知 两人第二次缠绵之后 老阿姨竟又像第一次一样 又悄悄地溜走了 甚至还和上次一模一样 又给她留了一个W 可这个傻小伙 却丝毫看不出阿姨的意思 还傻乎乎地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连忙挑选了礼物 准备上门去哄老阿姨 可谁曾想 老阿姨却不仅把她当成了送外卖的 门都没有给她开 甚至还差点把她当成了色狼 夹断了她的手 看着这么个烦人的小伙 阿姨也没有了办法 只能先让她进门了 可谁知 这个傻小伙也是大条 完全没有感觉出阿姨的异常 反倒是一进门 就傻乎乎地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女友的家 上来就说自己饿了 想让阿姨煮个爱心的面面 甚至看到阿姨不愿的表情 她也无所谓 直接拿起桌上 阿姨吃剩的鸡骨头就砍了起来 这一波零零后的极限操作 直接给阿姨都看傻了 于是阿姨决定还是摊牌吧 大家相识一场 除了开心不必不认真吧 可让阿姨没有想到的是 当听到阿姨再一次以年龄为用 拒绝小伙后 刚才还满脸阳光的小伙 忽然地粘了 我真的喜欢你 以后我还能再找你吗 看着自己好像伤到了小伙 阿姨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阿姨就随口说了一个委婉的方式 如果这周下雨 我就跟你见面 如果不下雨 就请你再表恋起我 好 就这样 小伙每天都抱着这一丝希望 等待着上天下雨 而此时的阿姨 也每天都在时刻等待着上天的召唤 可六天过去了 他们都没等到那场大雨 然而 就在阿姨觉得这就是天意识 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 忽然下起了暴雨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阿姨的内心彻底激动了 可她扫尸了一圈 却并没有看到男孩的身影 可就在她觉得 也许是自己太过认真 有些失望之时 她头顶的雨忽然没了 原来真不怪阿姨们都喜欢00后 只怪00后的小伙真是太暖心了 下雨时会第一时间给阿姨送伞 腿疼时帮阿姨换血 闻到阿姨脚有味道了 更是一点不嫌弃 偷偷地带着阿姨去洗脚 甚至还会在阿姨工作的时候 24小时偷偷保护阿姨 一看到阿姨被人欺负 她就会马上出现 帮阿姨解决难题 看着这么个暖心的宝宝 阿姨彻底地上头了 于是 她也顾不了自己总裁的身份了 竟当着全公司的面 就吻了上去 你看 那边有人亲嘴 而当阿姨从小活口中得知 原来自己在小伙的心里 早已经没有年龄的尴尬时 老阿姨彻底地沦陷了 还有 你不是爱过她 在我心里 你比任何女人都困 就这样 这段相差20岁的恋情 正式地爆发了 而老阿姨也在此刻 彻底地蜕变了 不仅第二天 再没像之前那样 试完了就跑 反而早早给男孩 准备好了早餐 等着男孩起床 上班更是放着自己八缸的饱满不开了 偏偏要坐小伙两轮的自行车去 到了公司楼下 更是不顾自己大老板的身份 像个少女一样 给小伙来了个亲亲 这一顿神操作 直接给他公司的员工都看猛了 整个公司都炸锅了 然而此时的老阿姨 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些世俗人的眼光了 因为此时的她比谁都清楚 和这个00后小伙恋爱 到底有多么的幸福 你现在就像是一个 没有工作的小情妇 等老公出差都不放 上车吧 女人曾对天祈祷 如果上天给她下一场大雨 就代表着她和20岁小男友的这段恋情 会有完美的结局 果然一场大雨之后 一切似乎都像上天安排的那样 当这对相差20岁的恋人 走到一起后 不仅没有出现年龄的代沟 反而比一般情侣都要甜蜜 没想到你们女生的东西 这么甜啊 可就在一切 都在网进一个户口本发展之时 阿姨却忽然和小伙提出了分手 并且无论小伙如何挽回 阿姨都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 我要离开了 本来我就是个自私的女人 就这样 小伙最终也只能伤心地离开了 可此时的小伙哪里知道 其实阿姨的心理比她还要痛 原来 早在他们甜蜜的过程中 阿姨就一直独自承受着 来自世俗的骂名和非议 沐沐姐可真是宝刀为老了 这么年轻的弟弟都能下来去嘴 她和小伙的恋情 仿佛成了她的死穴 谁都能拿来在背后骂她几句 以至于身为堂堂大制片人的她 有时听到剧组化妆小妹骂她 她都只能躲在厕所不敢出来 不够空了 不是吧 她都活大了 可就是这样了 阿姨也并没有想放弃 可当阿姨进入了小伙的朋友圈 感受到小伙朋友们 虽然口里没说 但心里开始飞翼小伙吃软饭 看不起小伙之时 阿姨这才感觉害了小伙 而当阿姨无意间听到 小伙竟还为了陪她 偷偷放弃了自己多年的梦想 遭到朋友的嘲讽时 被社会毒打了二十多年的阿姨 彻底的明白了 虽然她和小伙的恋情 有上天的祝福 但人生在世 谁又能真正逃过世俗的审判吗 她不想看着自己深爱的人 在二十岁这样花样的年龄 就和她一样 活在这世俗的白眼中 更不想她再有梦想 有激情的年纪 就活成一个像自己这样的活死人 可我更不希望你成为那种 所以去改变你自己的人 就这样 为了让小伙有美好的未来 这个成熟的阿姨忍着剧烈的心痛 用放手去爱 这个爱一个人最伟大的方式 结束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四年前一场世界杯的球赛 让一个四十岁阿姨 和一个二十岁小伙 碰撞出了一段奇妙的爱情 在那段时间里 她们不仅一起经历了甜蜜 更经历了风雨 甚至就连他们一起祈祷上天为他们降雨 来祝福他们的选择 都得到了上天的祝福 可就是这么一对 被天祝福的情侣 却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世俗的审判 为了保护小伙的未来 将来不活在流言蜚语之中 更为了小伙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阿姨最终决定忍痛分手 就这样 两人再一次回归到了以前的生活 阿姨又开始像个活死人一样 未能赚到保障自己老去的散碎银两 每天应酬着各种好色的老板 而小伙也如阿姨希望的那样 在自己梦想的路上 一直前行着 可就在两人都在岁月的流逝中 努力地去淡化这份刻骨铭心的情感时 时光的年轮 却又一次转向了他们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又来了 两人都在这时 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了四年前的那个酒吧 可当两人坐到一起之时 他们却并没有说任何话 因为他们都已经发现 虽然在这个无比熟悉的地点 可他们却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人了 岁月不仅悄然带走了 南海脸上的微笑 更带走了阿姨那霸气的性格 就这样 这对曾经激情四射的恋人 此时就像一对古稀老人一样 没有了任何语言 都在默默地感受着 留在岁月里的那些美好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 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 落在过去飘向未来 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 曾经沧海无限感慨 有时孤独别拥抱实在 让星辰聚让梦求来 让你离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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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